在營業嗎 沒有 屋內都是在運作的電玩機台 在防疫期間 遊藝廠偷營業 被警方帶個正招 店家還想狡辯 要集合水 議員要來穿起來 顧客也沒戴口罩 看到警方嚇了一大跳 現場冷住了 11號 宜安縣政府聯合機查小組 針對休閒娛樂場所 進行聯合機查 發現位在聖後街 這間藏在商店內的遊藝廠 疫情還沒結束 竟然無視防疫禁令違規營業 而且不只一次鄰居指出 這種違規情形 常常出現實在過分 他們有一個常客 每一天都來 每一天都來報告 警方當場就查獲賭客老闆 隔一名還有店員兩名 現場也馬上查扣 23台電玩機台 351枚遊戲代幣 統統要帶回派出所 店家也擔心被罰急忙 詢問後果會如何 警方除了開除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罰單外 也將這五人依賭博罪 移送法辦 TVBS新聞檢大成 廖凡英宜蘭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問